美國、日本、英國、澳洲都在進行軍演 他們的聯合軍演這件事情對中國產生了威脅 那為了反制美國、英國、日本、澳洲等國家的威脅 你會看到中國帶著俄羅斯 他也繡肌肉給你看 然後你會發現中俄在10月18號的時候 軍艦同時穿越日本的金青海峽 日本的金青海峽你看 他是介於本州島跟北海道之間從這個地方穿越過來 所以對日本來講很緊張嘛 嚇都嚇死了 但等等你沒有看錯 10月18號是有這麼一個動作沒有錯 可是你看下面的部分 10月21號的時候 俄羅斯總統普丁說 我們沒有建立俄中軍事同盟的想法 意思就是說 對他來講 俄羅斯跟中國之間不是軍事同盟的關係 你一看了之後就會覺得 你們才剛一起穿越過金青海峽 你又說你不是同盟的關係 那難道你是想要在裡面 操作你在國際外交上的籌碼嗎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現在中國所遇到的國際環境呢 看起來這邊的標題叫做 全球聯合辱華阻止中國入侵 你可以看到 這個美國跟日本是雙航艦南海聯合軍演 法國的費加勒報說 共機擾台是想要恫嚇台灣人民與軍方 你也看到英國的新任外相說 這個在基礎建設像5G等等的 不可以過度依賴中國 那當然對中國來講 他會回嗆 所以中國駐發大使館回嗆費加勒報說 你們大量渲染散佈中國入侵的不實言論 所以這個台曜南大哥 我們想請教一下 俄羅斯總統普丁 為什麼會有這麼有趣的動作 先跟中國去穿過了金青海峽 繞了日本一圈了之後呢 然後再順便告訴你說 我跟中國沒有建立軍事聯盟的想法 俄國從前蘇聯到現在 向來是國際政治的老手和好手 普丁也不例外了 就是說俄國每次在國際政治 地緣政治角力的時候 都會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坦白講美中這樣的對峙 俄羅斯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 美中越對抗 俄羅斯他的立場 他的位置 他的意義 他的存在就越重要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在阿富汗裡面最大的兩個勢力 就變成了中國跟俄國 北韓的事情 俄羅斯也有話語權 最近土耳其的事情也不例外 那更不用說 美中角力上在東海等等 那麼剛才親王講了 就說普丁之前 中俄10月18號 共10艘船穿越清津海峽 這個絕對非常小可 雖然清津海峽是公海 是國際海域 但是這個在日本的 本島跟北海道之間這樣穿過去 這個其實就是展現實力 俄馬手 這個是俄馬手 毫無疑問 但是各位知道 很多國際政治上面 軍事訊號跟政治訊號 經常是背離的 軍事訊號上說 你看我們要刷存在感 我們要俄馬手 但是在政治上說 沒有沒有 中俄之間沒有軍事同盟 沒有組織軍事同盟的意思 那美國也一樣 美日印澳是有一個四方對話 沒有錯 那麼美澳應有一個AUKUS 也沒有錯 但是美國也可以說 我們沒有軍事同盟 我們就是不同的時候 做軍事演習 理念相同的國家聯合 大家都不想把冷戰這兩個字 掛在嘴裡面 可是實際上 中俄之間的關係 是越來越好 沒有錯 各位記得之前 這個普丁有個公開場合 CNBC的記者問他 有關於這個 中國的事情 有關於 事實上有關於 中國跟台灣的事情 結果普丁居然說 他說中國不應該 這個中國經濟實力 會自然和平統一台灣 不需要用軍事統一台灣 俄國或普丁 什麼時候會對於 這個兩岸的事情發言 這個我在印象中 這麼久以來還是第一次 所以有人就開玩笑 說這個可能現在 最了解習近平思想的人 可能不是這個 國台辦下面這些人 也不是這個 這個發改委的這些人 可能是普丁 普丁跟習近平之間的 互通信息 可能彼此有默契 互相需要對方 中國需要俄國 俄國也需要中國 雖然不是一個 正式的一個結盟關係 可是這樣的聯盟關係 已經形成 所以說 大家不想把 說冷戰掛在嘴裡 大家也說 這不是冷戰 我們不要回到 冷戰的老度 拜登也是這麼講的 但是各位看一下 澳洲跟日本 基本上跟美國 是完全站在同一戰線 政治上 軍事上都是 整個供應鏈關係 也是如此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那接下去 印度 看起來最近 這一波裡面 那麼印度 中印關係搞得 越來越差的時候 美日運貿的同盟裡面 印度在大部分的議題上面 其實也是跟澳洲 日本跟美國 是站在同一戰線 所以這樣看起來 這個整體上的兩個 blocks的這樣的關係 其實是越來越明確的 在形成 所以我們之前在講說 拜登在講說 我們還是維持戰略模糊 雖然他講法越來越清晰 可能是一個2.0版 或修正版的戰略模糊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盟國要看你怎麼做 在兩岸在台海的事物上面 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要做什麼 雖然不能說得那麼清楚 講得那麼明白 但是還是要三不五時的 送出非常清楚的政治訊息 你看他一講之後 澳洲也講話了 澳洲的國防部長說 在這個 如果中國發生事情 供打台灣的話 我們跟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那麼這個7月的時候 日本的這個 當時的這個 富外鄉 這個富外鄉 他也講類似的話 那他也說 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如果美國要出兵的話 日本我們會跟美國 站在一起 所以這種戰略模糊裡面 會越往越清晰的方向 移動的時候 俄國的角色就會越來越重要 中央的關係就會越來越緊密 那麼整個聯盟 跟不同的blocks的對抗 我想這個在慢慢緩慢 但是清楚明確的在形成當中 除了澳洲之外呢 你也看到英國開始排除 中國投資 還有一些AI一些基礎建設 所以呢 中國式的戰狼外交 戰力越強 越引發全球的不滿跟防範 那玉慧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剛剛講到兩個國家 其實應該講到從澳洲 然後到英國到法國 我先從法國講好了 法國最近有一個費加洛報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費加洛報 費加洛報最近又惹毛了中國 為什麼惹毛中國呢 是因為他們 這個Lefica Hall 有一個資深的記者叫 Fayeti 他叫Fayeti 台灣稱為Fayeti 因為兩個L 在法文裡面念J的E 那他最近有一篇的文章 他講說台美中的這個角力中心 是否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篇文章呢 讓中國大使館可以說是暴怒 因為他在這個當中 提到了共濟擾台的目的 是展現了習近平 第一個是統一決心 他的目的是在恫嚇台灣人民 因此呢 是讓歐美 所有的國家產生警惕 而且他指出了 這是中國用他的專制模式 如果戰勝了這個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話 這將會讓西方的自由民主 是產生重大挫敗 那他這篇文章出來了以後 中國是怎麼批評他的 中國說 中國一定要統一 而且也必須要統一 然後這個Lefica Hall 用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台獨分裂勢力 來張目 也就是說來吹捧就對了 那因此還點名了 這位記者的兩篇專文是 散佈大量謊言的謬論 嚴重誤導社會公眾 然後呢 他最後還警告這些法國的 某些媒體人 要恪守 恪尊他們的職業道德 可是最好笑的是 中國有言論自由嗎 中國有新聞自由嗎 中國叫人家的媒體 要去恪尊職業道德 中國算老幾啊 中國又知道些什麼 這是在法國 我想這是法國的媒體呢 他們根據他們自己對於 有啦 中國有言論前的自由了 他們是對於這個法國 現在看到了中國的 這些戰狼外交也好 或中國對於國際情勢的那種蠻憨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個評論